音色叫車開過來 這車都還沒停穩 只見一名男子已經衝下車 拿著鋁棒一路追打 一下兩下好幾下 顧不得身邊還有一大群人幫忙勸架 男子就是不肯罷手 白衣男子被打趴在地不斷掙扎 警方火速趕來 但衝突還沒落幕 門口突然衝出一個人 手上還拿著一個不明物體 就朝被害人身上一陣猛打 就連大廠處理的員警都快拉不住 雙方引發暴力衝突 關鍵就在一開始 這名穿著粉紅上衣的女子 當時看了對方男子一眼 沒想到竟然遭到毆打 氣不過之下 女子也找來另一群人 兩派人馬就在KTV門口上演大混戰 情報到達現場的時候 雙方是有一些拉扯架效的情形 我們正在調閱監視露營器 跟通知當事人 依法偵辦當中 回到現場 事發當時就在這家澎湖馬公的KTV 凌晨四點上演集體鬥毆 把附近住戶都給嚇了一跳 沒想到週末假日到澎湖KTV唱歌狂歡 卻只因為看了一眼引發雙方打架 最後被依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送辦 記者顏玉龍 楊文欣澎湖報導